今天等老板下班 却看到有人在纠缠 警告你 赶紧给我走 我对你不客气 你在这儿吓唬谁呢 你算什么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动他一下试试 行 有靠上来是吧 咱们走着瞧啊 什么人 这人是谁啊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 把这个穿上 谢谢 你没事吧 没事 刚刚那人是你前任啊 你这看着也不蠢 他什么东西啊 我看着你怎么不准了 我看你不挺好的吗 别在这儿劈 其实他一开始也还行 可能后来新鲜感过了 他像变了一样 总之后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对一个人越好 他反而越不真心 很正常 这也不是你的错 感情总是相互的嘛 如果只有一个人付出 不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话 那这段感情注定没有未来 那你说新鲜感过了 是不是一定会分手 你会吗 我 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一段感情 总归是要走向平淡的 当然了 你可以选择放弃这段感情 去选择所谓的新鲜感 但那样的代价就是 你会永远陷入新鲜感的死循环里 所以 当一段感情开始淡了 那时候真正的爱 才开始浮现 我前人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 可别拿我跟他比 人家可是功夫哥 行了 你也别哭上个脸了 估许他一时半会也不会来了 那他不是在找我怎么办 他要在找你 你告诉我 我看他敢动你一根手指头 我去吃